男人对着火堆吃了泼尿 下一秒火焰啪了一下就串了上 差点烧到男人 男人懵了 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 这尿出来的是什么玩意儿 他赶紧把尿带到医院检查一下 结果医生检测完说道 男人尿出来的居然是石油 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刚刚 大众在路边休息时 偶然看到了一个筒像 上面被写满了字体 于是 三人大众用抹布 擦掉了上面的字体 结果字体刚清理完 下一秒 大众就来了尿意 急忙奔向了厕所 而就在这时 铜像尿出了一滴黑色液体 哗擦落进了水里 泛起了五颜六色的水花 看样子 大众尿出石油 正是因为这个铜像 在得知大众能尿出石油 医生赶紧找来两个壮汉 二话不说就架走了大众 原来 他们是人体研究所的 要把大众带到锁里做实验 路上 大众又来了尿意 他们只好让大众下车方便 没想到 那黑色尿液 全流到了坏人的脚下 而坏人 一个没注意 打火机从手中脱落 夸杀掉在了地上 一瞬间 坏人被大火包围 大众见状 趁此机会赶紧逃走了 走了一晚上的大众 因为过于劳累 夸杀躺在地上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被村长救了下来 村长告诉大众 他们村本来是粮食之乡 可因为油价太贵 用不起拖拉机 最终大家只能放弃了种地 大众听完 立马捡起了一个瓶子 然后潮到一旁的树林里 接着把尿倒进了油箱里 下一秒 拖拉机便打着了 大众的操作 让村长感到十分的惊讶 村长赶紧喊出 想要离开的大众 然后给他安排了个科长的职位 并且还给他分配了个美女助理 而大众每天的工作 就是不停地喝茶 排出更多的石油 大众还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一天产100公升石油 整个村子 也因为大众的到来 又重获了新生 虽然村长欺骗村民 说是他挖到了石油 把名利全归公给了自己 但是大众也并没有生气 可他没想到 不知足的村长 还在要求大众增加日产量 虽然大众力不从心 但他还是答应了村长的要求 这天 大众日常工作时 屋子突然停了电 奇怪了 明明每天产出那么多石油 咋还会停电呢 大众带着疑问 准备去供电室查看一下 结果意外在门口的地上 发现了石油的痕迹 所以那痕迹 他来到了一间仓库 里面居然堆满了石油 上面全贴上了出售的标签 我次傲 原来村长一直在欺骗大众 背地里做着贩卖石油的生意 大众找村长理论 结果被村长强行抓住 给绑了起来 并强行插上管子 让他自动生产石油 为了不让村长得逞 大众整整忍了半个月 膀胱都快爆炸了 终于 美女助理实在看不下去了 来到屋子 偷偷地放走了大众 就这样 两人连夜逃了出来 只见两人躲在一个废弃仓库里 想到因为自己的超能力 让村长变成了这样 大众十分的自责 不停地殴打自己的水管 为了健壮 赶紧安慰大众 第二天 两人不幸被村长找到 就当警人准备抓回大众时 人体研究所的人 手持AK赶了过来 村长一听 顿时不愿意了 因为他还梦想着 靠大众完成自己的小目标呢 而研究所的人 却想着改造大众的身体构造 研究出了一个巨人机器 扩大石油的生产量 成为石油大国 统治世界呢 看到两方自私的人 大众终于受不了了 拿出一个火把 然后掏出水管 准备和双方同归于尽 火大面要出石油 火居然还被浇灭了 这是什么情况 大众又拿起一根火把 继续尝试了一下 可结果还是一样 此时的场面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尴尬 原来 昨天晚上 大众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这才失去了生产石油的功能 故事的最后 恢复正常人的大众 成功和威娜结了婚 从此过上了不可描述的生活 地域现实就是这样 人有了超能力 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能安安稳稳的幸福生活 才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 喜奇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